一、徐达、怀西二十四将之首,明初六国公之一位国公,洪武元年三大将之一征禄大将军。先后统勋功战吉庆南京、河南洛阳、大都北京、邦远西安,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征服过四大古都的名将。 他可能不是明朝最出色的军事家,但绝对是功勋最卓著的大将军。朱元璋将其称为大明的万里长城,赞誉、破路平埋、公贯古金人第一、出将入相、财监文武士无双。 二、长玉春,十六亿元帅之一中义,明初六国公之一,国公、洪武元年三大将,之一征禄作副将军。勇猛赶战,这是长玉春戎马生涯的最大特点,并贯穿于后来的历次战斗。 二、他是朱元璋将手下最巨人格魅力的一位,他从不接受投降,却从江南达到漠北未遇败继,他所向披靡,无所畏惧,诗人称之为天下奇男子。 二、长玉春,十六亿元帅之一中义,明初六国公之一,国公、洪武元年三大将,之一征禄作副将军。勇猛赶战,这是长玉春戎马生涯的最大特点,并贯穿于后来的历次战斗。 他是朱元璋手下最巨人格魅力的一位,他从不接受投降,却从江南达到漠北未遇败继,他所向披靡无所畏惧,诗人称之为天下奇男子。 四、蓝玉,明初明将,距离崖山海战一百零九年之后,这个男人给了成吉思汗的后裔致命一击。 蓝玉是长玉春七弟,长玉春姿甚极高,但唯独对蓝玉十分欣赏。 长玉春去世后,蓝玉被朱元璋安排,经常跟随贤匪移到南征北战,先后随徐打北征大漠,随附有德南下云贵川,被朱元璋比作卫青,但他施功交作。 红武,二十六年,以谋反罪被杀,包皮食草,传世各地,揪其党羽,千连之死者达一万五千余人,史称滥玉案。 五、冯盛,明初六国公之一宋国公,红武元年三大将之一,争罗幼父将军。 朱元璋公打定远时,冯盛和其兄长冯国庸已到贵父,冯国庸去世后,冯盛继长其兄兵权,1365年徐打工取淮东的两怀之战中,冯盛出战高游就遭大败,但之耻而后涌,之后克高游,取淮安。 后来征讨江东的围攻平江战役中,冯盛继续顶上前,并在平江表现突出,功劳仅次徐打,长玉春。 红武二十八年被猜忌赐死,六、李文忠,明初六国公之一曹国公。 朱元璋的外甥,姐夫李真的儿子,十二岁时,1355年在楚州,见到舅舅朱元璋。 朱元璋见到李文忠,十分喜爱,便将他收为杨子,徐打工取大斗后,李文忠和汤河,杨景等人作为第二梯队北上支援,以偏将军的身份跟随长玉春出赛,攻下上兜,赶走袁顺帝。 红武三年,李文忠习习英昌,前后降服四万余人,原着宗北陶,李文忠威震漠北,红武十七年,李文忠因病去世。 七、邓玉,红武十六亿元帅之一广兴义,明出六国公之一,魏国公。 红武元年,邓玉作为天师进行配合,从胡广出发进攻河南,平定中原后,反时平定胡广,卫下周郡。 长玉春去世后,邓玉接替征路左傅将军一职,和徐达,逢圣一道远征甘肃,取得沈儿玉会战的胜利。 邓玉雄追王宝宝至宁夏,不得而缓,红武十年,邓玉进攻川藏,深入土三腹地,开辟将土数千里,反时时机事。 8.朱文正,明出名将,朱元璋的亲侄,长兄朱兴隆的儿子,1363年4月,陈有亮成朱元璋出兵救援受限,兵力空虚之戏,罚兵号称六十万,围攻红都。 朱文正顽强坚守,沉着应战,坚守红都85天,大量消耗陈军的有胜力量,为朱元璋进行反攻,赢得了时间,这场战役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守城战役之一, 也是中国军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,对袁末的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 9.汤河,怀西二十四江之一,明出二十八侯之一中山侯。汤河是朱元璋,幼年玩伴,二人是在一条街上长大的。 1352年,汤河带领十多个壮士,参加了豪州郭子兴的红金军,他给儿师伙伴朱元璋写信,邀请在皇教四出家的和尚朱崇八参见。 一家义军,带他混。朱崇八于是和周德兴一道入伍,晚年告老还乡奉养,红武,二十年去世。 十,穆英,明出名将。 1352年,朱元璋在豪州收留,了八岁的流浪孩童穆英,并认为义子,十二岁的穆英就跟随朱元璋征战天下,备受娱要职。 1376年以副帅之职,随邓玉征讨土藩,因军功被封锡平侯,赐丹书铁券,云南平定后,穆英留颠镇守,其镇颠十年间,大兴屯田,券克农桑,礼贤兴学,传播中原文化,安定边疆,使云南成为明朝的一个省,并使其成为汉族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。 。